九十三章 相见 武灵果 周慕玲仍然有些不放,不平静地对她说道 我一时没有注意,忘了你在修炼,不能受到打扰,害你走火入魔 我已用武灵果帮你重塑经脉,一斤洗水,以后你永远也不会走火入魔 当然,那不包括进阶心魔 永远不会走火入魔 墨天歌回过神来,比这刚才更是狂喜 这一项可比住击中期难得多了 永远不会走火入魔,那岂不是代表着她修炼练神诀,完全不用顾忌 高祖之恩,晚辈不知该如何报答 周慕玲淡淡道 我已化神,在这人界几乎如神一般存在 又怎会期望你的报答 你既是我后人,自然是我愿意照顾 是,晚辈多言了 晚辈往后自当勤奋修炼,不负高祖期望 嗯,另有一事 你走火入魔之时,那个性情的小子闯进了幻天证 说是来找你 我看他颇有胆量,便将他留了下来 你可要见一见 秦夕望着眼前的两个男人,震惊多于戒备 他虽从师父那里听说,这世上确实有化神器修饰存在 可是这些老怪物们,早就掩饰不出 已经近千年没人见过了 却没料到竟然让他一次见着了两个 周慕玲抬头望着他,眯了眯眼睛 小子,前几天心情好,放你离开 为何你今日又要闯征? 天的问话,秦夕很快地回过神来,镇定地见礼 请前辈见了,晚辈是为了寻人而来,并非有意闯征 寻人? 远宝看了看他身上的衣着,问道 你寻何人? 秦夕恭敬大道 晚辈乃玄亲文弟子,为寻同盟而来 斗胆入阵,请前辈恕罪 元宝与周慕玲对看一眼,心中都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慕玲见这人愿意为自己的后人冒险闯征 太度恭敬,却又不带半分的讨好 心中已有了一份好感,便合跃了山影 人倒是有一个,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你且报出性命 听得此话,秦夕心中知道 莫天歌八成是在此处 看着两位化神兮的前辈又十分和善,便直言道 晚辈欲寻之人,名叫莫天歌 不知是否就是前辈所说那人 周慕玲提了提嘴角,目光颇有深意地望着他 你们是什么关系,你竟愿意冒此大险,来救他 秦夕道 晚辈在尸门,乃是其长辈,自当尽力相救 哦,周慕玲瞟了他一眼,手一张,天外飞来一柄飞剑,落在他手中 三阳针火剑,居然当真有人炼制出来 秦夕一阵,千辈十得此剑 周慕玲轻轻地哼了一声,一挥手,将三阳针火剑丢给他 昔日曾在一股修手记中见过罢了 你倒是颇有机缘,居然能得到此等上古法宝 一旁的元宝笑道 阿玲,跟他身上的杨灵珠比起来 这三阳针火剑可就不算什么了 杨灵珠啊 真不晓得,这小子走了什么运,居然得此其宝 我要有一颗杨灵珠,西年怎么会在华神的门槛拖了那么久 一边说着,一边往秦夕身上描来描去 秦夕被他这不怀好意的眼神看得全身发毛 但他也知道,在华神修饰面前,自己不过蝼蚁 别人要做什么,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能抗拒 所以很快地就平静下来 前辈好引力,官辈身上确实有一颗杨灵珠 乃是西年偶德 这么多年下来,才将之荣为己用 他这般镇定倒是让元宝有些微的压抑 盏头对钟慕林笑道 阿灵,他的心智倒是跟你有的一比 钟慕林淡淡道 别以为人人都是你 语气虽淡,却有鄙薄的意思 元宝怎么听不出来 当下叫道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钟慕林连眉毛都没动 不等元宝反驳,便转头对秦熙道 小辈 看在三阳蒸火箭的缝上 你若走出此阵 就让你见想见的人 花音刚落 秦熙还来不及回答 钟慕林已是一挥手 与元宝一同消失得干干净净 秦熙望着这漫天的冰川飘雪 醋了醋眉 刚要叹气 突然捂着胸口 一口鲜血 吐了出来 推开门 墨天歌看到盘坐在地的人 一正 秦师兄 他不知道关注着小屋动静的钟慕林 轻轻地叠了叠眉头 一阵之后就冲了过去 听钟慕林的口气 他原以为来的人是首见诗书 心中想的是 终于可以看到一直以来 只闻其名不见其面的首见诗书了 却不料竟然是秦师兄 看到秦熙 他心中既放心又不安 放心的是 他就在眼前 可见没有幸免之危 不安的是 他此时脸色苍白 手脚冰冷 似乎根本听不到他的身影 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 似乎受伤颇重 墨天歌靠近 摸了摸他的头 发现冷如尖冰 顿时叫了起来 高祖 秦师兄怎么了 安静片刻 钟慕林的声音响起 这小子在幻天阵里 伤到了元气而已 你不必担心 他惊火二连羹 皆是阳性 又有阳灵珠在生 冰雪 伤不着他 只是暂时被冻着筋脉 过一会儿 自会醒来 哦 有了钟慕林的说辞 墨天歌松了口气 看秦夕没有动静 他想想 在旁边坐了下来 此时的秦夕 连眉毛上 都凝结了一层冰伤 墨天歌猜测 大约是与他遇到过的 伤墨迷阵 差不多的冰雪迷阵 造成的效果 只是秦师兄 为什么会在这里 高祖 他又叫道 钟慕林 恩了一声 能不能帮帮秦师兄 钟慕林停顿了一会儿 不耐烦道 哪那么麻烦 他只要自行调息一会儿 自然就好了 可是 闭嘴 很吵 你给我蹲着就是 哦 周慕林 明显不乐意了 墨天歌就不敢再说 默默地站在一旁 看着秦夕 这短短几日 他得了太多的机缘 亦是忘了外面的事 此时看着秦夕 不禁想到 进来之前发生的事 风雪和魏师姐谈得如何了 有没有劝服魏师姐呢 若是没有怎么办 他们安全吗 杂七杂八胡思乱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秦夕忽然动了动 墨天歌连忙跳起来 秦师兄 秦夕动了动眼皮 慢慢地睁开双眼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喜悦的脸 对他笑道 秦师兄 你可终于醒过来了 秦夕又闭了闭眼 但这气息逐渐平静 才睁开 露出微笑 天歌 你没事吧 看他醒来 第一句问的却是自己 墨天歌心头微微一动 却又神色如常地笑道 我没事 秦师兄你呢 我也没什么 只是小伤 回去慢慢休养就是 单想了一遍四周 秦夕有些吃力地站起来 这里是 如此浓密的灵气 究竟是拿出动天府地 他自己的洞府 便在清泉风 灵气最浓密的地方 又有高阶的距离症 却比此处差了太多 这里是须天静 须天静 秦夕微微醋眉 思索这个名词在哪里听过 墨天歌立刻说道 秦师兄不必多想 这里是元宝前辈和我高阻的洞府 不会有事的 高阻 是啊 墨天歌点头说道 我刚知道的时候 也是吓了一跳呢 我高阻姓钟 名慧上目下灵 也就是此间的主人 此间的主人 莫非是那两个化神前辈 想到这一点 秦夕的目光 断是充满了惊讶与迷惑 高阻是祖父的祖父 然而修仙之人 寿缘较长 而僧亦不知己悲 高祖亦可只辈分 无可称呼的祖先 但总归一点没错 这二人之间 有血缘之亲 难道那两位化神前辈 有一位与他 有血缘之亲 这个念头一起 秦夕不知为何 忽然觉得不是滋味 他还没想明白 自己的想法 就听莫天歌说道 此时回去之后 我再与你细说 秦师兄 你真的好了 秦夕笑了下说道 没事 你别担心 调息个几天 伤就好了 倒是你 没受伤吧 莫天歌笑道 不仅没受伤 还得了许多好处 嗯 放出全身气势 莫天歌笑盈盈地看着他 秦师兄 你看 我哪里不同了 秦夕感受了一下 吃了一惊 你进阶中期了 嗯 莫天歌愉快地点头 武林果之事 他不准备说出来 然而得到 魂元功法和进阶 只要他回玄清门 必是瞒不过的 不如直接说得好 刚刚驻姬 还没到一年 就迈入驻姬中期 虽说他自己 遇到过不少机缘 却也颇感惊讶 只是想到那两位 化身羞逝 又觉得理所当然 秦夕笑道 恭喜恭喜 以你如今的年纪 就已经驻姬中期 可称得上 是玄清门第一人了 嗯 努力的话 百年内结单 应该也很有希望 虽然我不敢肯定能结单 不过 还是陈你急言 停摊了一下 莫天歌又想起来 对了 秦师兄 你是来找我的 嗯 秦夕点头 听说你在此处失踪 我来看看 是吗 秦师兄 你不是跟守经师叔 一起失踪了 那守经师叔呢 秦夕顿了顿说道 我们都没知 倒是你 你说此处 是你高祖的洞府 是否就是那两位前辈之中的一位 莫天歌点头又歉一道 秦师兄 真是抱歉 若是早些发现 也不会让你受伤 没什么 秦夕淡淡摇头 我并没有受重伤 你不必如此 对了 眼下你是什么情况 既然你的高祖是化神前辈 是否 是否就留在此处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